《華國慶報道》系列 60年前 內地通車公路和火車軌都極少 發展到今天 高速公路和快速列車的網絡 已經四通八達 由洪倚敏說說 大家歸走 我們去哪裏 十點鐘 鄭江山的 有一個特別的旅程給我們 心情這麼絕弱 一批人都是第一次坐火車 由深圳北上 去到江西省的鄭江山 心情很激動 可以這樣說 要走上鄭江山的路 走到當年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 走過的路 建國六十周年 我們想回之前那些領導人 還有之前那些開國功臣 都是在那裏起革命的 像不像家裡說我床 當然不像啦 這麼炸 我怕掉下來了 這次總共有六百人坐火車 從深圳過去鄭江山 為何不選擇飛機要擇擇擇火車 原因是想他們感受一下 中國革命道路的艱苦 一點都不容易 不過今時今日 擇擇火車已經舒服很多 除了有冷氣之外 床鋪都是用軟床褥的 已經比當年舒服很多 1934年 中共放棄鄭江山的根據地 向西推進 避開國民黨軍隊的追擊 開始歷史上 鑽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當時山路 連手推車都無法經過 必須要走路 到了建國初期 火車油煤氣蒸氣發動 已經算是先進了 當時全國通車的公路 只有8萬公里 1978年 公路通車理數增加10倍 有89萬公里 但當時還沒有高速公路 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 為主要的工作 到去年 全國公路總理數 達到373萬公里 是建國初期的46倍 高速公路更加有6萬公里 派向全球第二位 跌路火車發展迅速 這次一起坐火車到 井江山的中聯辦主任 彭清華就說感受良多 我坐火車比在家裡睡得好 因為這火車晃來晃去 引起了童年的回憶 所以睡得很香 我在北京上學的時候 每次都是坐火車 當然不會有現在的條件 那個時候連座位都很難找到 經常是從武漢站到北京 現在我們才有條件 坐上這麼快速的 現今的舒適的火車 不過作為十幾億人口的大國 鐵路運輸仍然未滿足到需求 每年春節前後的春運 仍然出現一票難求的情況 經濟發展和交通運輸 是否原備息息相關 去年中央提出的 四萬億人民幣刺激經濟方案中 超過一半就是用在 鐵路、公路等運輸基建 亞洲電視記者洪宜敏 在井江山報導